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姐 这个是板栗干 马上就快端午节了 有个朋友说要点板栗干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吃好的是坏的 我要把它垂出来 直接把里面那个米给它就得了 这样子就 手动摸就不会是坏的 哪个好就要哪个 这个晒干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 哪个东西不做 干板栗拨出来很碎 把末锤我来拨 吃这么多白栗啊 有个大姐说要一斤 要一斤 把粽子吃了 好硬啊 我以为是你拨白栗 拨那个粽子吃的 我吃就拨了 拨吗 天气太热了 去搁点那个 黄金柴烧 烧灰水 黄金柴 有个朋友也说要一点 那个凉的 要到山里面去找啊 哪里到山 那路边就有了 我的粉丝和朋友们好多说 你们两个也好像 长得好像 像吗 我看一下你们像不像 那个头型有点像哦 哈 刚开起的时候我看你和小脸长得很像的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你们两个也长得好像不 和小脸啊 现在多少帮啊 帮你个脸我看一下 阿帮你他也和 这个小脸长得像不像 那个脸 这个头型是蛮像的 嗯 这个头型 你这个头看来就要解这种头型 拿头型 越开越像 真的 我没骗你的 好多朋友都说是我脊子 是你脊子啊 像不像的 你只像我哥 怎么会像我 是不是还要高 是不是 我脊子很高 有米粒 你帮忙还要高 不要帮还要高 差不多 有米粒啊 一米七几吧 一米七几吧 七四七五吧 我家是一米七 还有你 你有一米七 比我高了一点的 现在来加点湿基豆 加了一桩 加了有那么多 不知道够不够一餐 昨天也加了那么多 长得好慢 好多虫 等下去抓只烟鸡 有个朋友让那只烟鸡 有好多朋友说 像我脊子 我脊子还在读书 他在南连读书吧 好像午夜回来了 他不是我脊子 脊子还在读书 他说跟我长得好像 好像 真的有那么像吗 先去抓只烟鸡 太阳马上落山了 太阳马上落山了 抓了一只烟鸡 哎呦好重啊 手捏不动 好烈啊 渐渐的好长啊 这只烟鸡有八斤重 看这个烟鸡好长 尖尖的 这个肉也很黄 这个皮肯定很脆 这个皮肯定很小 什么pack 这个皮肯定很小 那么这个皮肯定很高 谢谢观看